各位前輩的同心 大家好 我是臺灣民政府林明勝 今天是三一月的秋年 我們母國日本那邊在 去年三一月發生很大的災難 我們今天是他們的秋年的紀念 我們臺灣人臺灣人臺灣身體 替我們的母國日本那邊 感覺我們心臺也很艱苦 對這個日本藍白的救測 我們臺灣人去年在全世界出統治 但中華民國他替這個來 他都不跟我們做很積極的一個 不積極的跟我們母國那邊 不看我們完全都是由臺灣人主動主發 來觀看因為我們的爸爸 或是說我們的阿公是一本人 就是因為這個情感 為什麼我們臺灣人的關節日子 就是因為我們很清楚 我們臺灣人在六十七年前 是日本人 就是這個機會 在這裡找到這個媒體 向日本的我們母國的同胞 �데上我們台灣人 十二十二十一萬 我們這個 那個騎熟的譽數 我們真有騎熟 也對於我們母國的同胞 這十年來 的努力 我們真的是把他們困剛剛 全世界都看得到 我們日本的同胞 他非常有地獅 非常的有資訊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司法改革 以及主權憲法和轉型爭議 一些我們要跟各位分享 首先 這可能最近這幾期 如果有上過的考的動心都看過 不過我會因為這幾個考量有差不多兩點鐘的時間 我會更詳細的解說我這個課程 首先我們的司法部門全世界的司法部門 司法部門法院都有一個正義女神的形象 不管是共產黨還是阿拉伯 他們都有正義女神的形象在這裡 正義女神的形象是用一個女生 為什麼要用女生呢 因為女生有一個叫做母性 這是人類的天性 母性對犯罪者能夠容忍的最大程度就是 小孩 只有小孩可以接受 所謂的 一些下邊 有一點點的減免 罪法的減免 因為小孩她不做事 所以我們用一個母性 用一個女性做一個形象 手拿正義的減 正義的減是來自替我們的立法康 代表公平正義的心盤就是我們的天平 他拿著天平 那麥酒到晚起來 我們不能像現在中華民國的政府 的理事法幫忙 有錢拍生沒有錢拍死 用麥酒在看 用手在拿 不能做這種事情 不管它是什麽新聞 不管它是什麽價值 首先我們來實在說 我們的租款 租款者 簽名款 代理簽名款 這個 憲法是一個 一個政體 一個國家的基本台法 一個政體的基本台法 在我們的 杜秋冰這裡 這是美國的司法 保問的logo 這個就是他的logo 在杜秋冰 這是 立方政府的憲法 第1項 第1項 第2項 就已經錯誤白出了 中華民國主權 在民 這不對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說他的主權在民 沒有這回事 他的國民不是 怕到哪裡都擁有主權 因為他移民去 做澳洲 他就說他擁有 中華民國的主權 已經移民到澳洲 這是對權勢侵略的一個話語 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 他們獨國文化的 一個很大的 失敗的地方 他們的一些語詞 都說了 不會說太清楚 因為模糊 所以就製造機會 這是中國人 就是這樣 這是中國文化 再來 這是我們的主權 主權的管理的來源 就是來自於天皇 首先來介紹 台日本帝國憲法 這就是政政憲法 年 1935年 日本政壞政政 北海道 沖縄 跟我們台灣這裡 所實施的一部 憲法 還有包括到 那時候 朝鮮的殖民地 那時候 這部憲法是在 100百九年的時候 參考到 這裡沒什麼 參考到 那叫普魯士 那時候 統共的一個 法治的一個 君主立憲 國家是普魯士帝國 普魯士帝國 普魯士帝國的 憲法 就是一個 條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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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一條都寫得很清楚 包括 那個 新民旗艦的 管理和義務 這就是一個 金本的台灣 和他的政體的運作 和他的議會 人民要怎麼表達他的心聲 做一個規則 這就是憲法 這部憲法 民治憲法是 參考到 普魯士帝國的憲法來修改 那時候 因為 修改了這部憲法 接受到 我們西方的一些 更新的文明 公益革命 公益革命 讓我們的母國 日本這邊 在那時候 一百百九年後 叫做 民治維新 民治維新 除了 政體上的改憲 包括 經濟上的改憲 工業上的改憲 還有人民的生活的模式 和社會的 全部都是進化 做一次進化 做一次進化 台日本地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都市民 這個 上平 這是 帝國憲法本文 帝國憲法的本文 這個本文要辦佈 是怎麼辦佈呢 是用這個民治維新法 教書 是天宏 露教書 信任這部憲法 推行 這樣 所以這個 風帝的教書的位階 是承認 憲法的有效性 所以就是 在那個 那個時間的 我為什麼拿這個來講呢 主要就是說 我們的風帝 是在 他的位階 是在 日本 大日本 帝國的 憲法 的頂頭 是因為 有這個教書 信任這部憲法 當初是 讓 日本帝國 是在 那個 那個 18世紀 末19世紀 那個時候 是全世界 我們亞洲這部 算 第一章 第一章的一個國家 這個憲法的條文 都在七章 他說有七章 七十六章 包括修憲的程序 那時候已經都考慮好學 日本帝國的憲法 剛才說七章 他簡單 七章 第一章就是 寫到天空的一些 寫到天空的一些事情 他要做的 管理和義務和他的 地位 這都有跟頂尾出來 再來 第二章就是 我們人民 要怎麼 有什麼管理和義務 這是第二章 他有什麼管理 他要表達的方向 到底要怎麼去表達 再來第三章就是 第五議會 跟那個 我們的 這個議會 就是這個人民代表 這個貴族院 那個社會院的代表 到底要怎麼來 運作這個東西 再來 第四章就是 寫到這個 國務大臣和蘇密顧問 再來第五章 講到的書法 第二章講到的科學 第七章 講到的補責 補責就把修憲的程序 跟一些 其他沒有寫到的部分 一些 串連的 一些橫向的一些規則 橫向的一些規則 這是新憲法 我們剛才說的是 古憲法 現在說是新憲法 跟古憲法的關係 因為在網路上 我們常常去看一些人 他都不知道 他都動作說 日本全白 所以 國家就不會忘了 結果沒有啦 不然 日本全白 日本日本全白 日本現在的憲法 是 古憲法要修正 修正 修正 修改 不是 一個國家 建制後 重新自宣 不是自宣 是修憲 新憲法 新憲法 就是按照旧憲法73條的規定 這在他們的 我們的危機百科可能也看到這些記載 全民修改 為了要變成一部新的日本國的憲法 不是日本帝國 是日本國的憲法 這是新憲法 在1914年5月13日 是死 我們都知道 我為什麼要拿這個東西來 因為我們古今的合併條是在1952年的時候 1952年的時候才簽署 所以這部憲法是在日本 整排之後 還沒有簽合併條的陣情 就已經死死了 那時候我們台灣 還沒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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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憲法的那個 規定的時間之內 還沒有切割出去 所以有 有人在說 我們台灣 如果知道這裡的地方的人 我們台灣是 就是 尊於前前憲法 還是前後憲法 不過我們台灣沒有派人去參加 他們修憲的程序 這是他的缺點 不過 淡時間點來說 其實 新年日本憲法 他的時間點 那個時間點 還有包括台灣 還有包括台灣 然後 後面我們要 在這個 簽署事件 因為我們現在 台灣這個所在 又是 美國所簽署 但 美國所簽署 結束進行 我們要按照 我們日本 中國的憲法 來修正一步 下我們台灣用的 台灣基本法 經過到 日本國憲法的 第 98條 這新憲法 台日本 帝國 前提 前提 所成立的法令 跟新憲法 相違背的時候 那裡 做 古憲法 的失效 這個解釋就是說 只要沒有 違反 新憲法的內容 就 就的法令 在日本國 憲法 十字後 依然有效 就是說 他的古憲法 有封掉嗎 沒有廢除 舊憲法 沒有廢除 只是 如果與先憲法 跟新憲法 那個 最大的時候 那個古憲法 的條例 不是整個 都沒有效 是那個條例 就 這個算是沒有效 我們台灣有一句話 在說 新憲不識 古憲不勁 那 表示這個 這個 這個國家 沒有辦法 它只是前排而已 像 壓迫 在麥克拉斯的 壓迫之下 所修正 新憲法的 國家 是新憲法的國家 不是新國家 大家要聽得好聲 這是日本國 新憲法 的 那個 教書的 內容 可能這裡有一些 字體 電子檔傳輸的 當中 可能一些受損 簡單說 就是 日本法定 基於 日本國 總體面積 跟新日本的 建設基礎上 來 訂購這部 憲法 這個 書面 國文的 諮詢 接吻 經由 台日本 帝國的 第73條規定 由 帝國議會 標決 台日本 帝國的 修正案 就是新憲法 這裡可以看 新憲法 是由 古憲法來修正的 一個國家 蒙國 這需要重新執行 代表 我們的 日本沒有蒙國 中華民國 蒙國 到現在還不再現 所以代表 他中華民國 現在死去 還不 淹台灣 那個 那個 起死衛生 當然淹我們的國際法 也不可能 淹這個地方 流行來別人家 然後在那邊建議主權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中華民國 很簡單 他是在 中國 在南京 他的 他做 首都 是在南京 這就是 那個 新舊憲法 修憲的時候 天皇造書的內容 下面就是 一些 一些 一些大事 日本無國那邊的大事 這我就不要來介紹 日本 國新憲法 的 前沿 他頭上有誰 日本 國民 決心同貴 正式選出的 國會中的代表 來行動 為了我們的 怕孫 為了我們跟我們的怕孫 為了我們跟我們的怕孫 補到各國 人民合作 來處理成果和自由 帶給我們全國的運氣 消毒 因為政府的行為 離在處發生前後 來選擇 租款 消毒 國民 是因為政府 的行為 因為 當初是向美國選擇 不然會選擇 要把這個 當初 他本來掛在 他那個 人家說的 軍國主義 掛在那個 軍國主義政府的 那個 主權 管理權 我們可以直接看 因為政府的行為 這裡要讓主權 消毒 這裡說的主權 是叫做主權的管理權 不是主權的所有權 不是所有權 絕對不是所有權 我們新憲法 修正之後 總共有十二中 一百零三條 修憲後的 日本新憲法 重點是在地高條 天皇 那邊那邊 鳳起 再來 整個 西方普世價值 的 自由平定的管理 因為今年之前還有 階級制 有階級 社會階級都有 社會階級制度的類似 類似 類似 像印度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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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階級 他有那個努力 不過他們沒有差那麼多 印度那邊是差那麼多 出事在波羅門那邊就是 那種 那種 一四人都是幾十年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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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人我都反省了 日本不會 不過他們還是有階級 也是要還有這個階級的觀念 我們現在已經 那時候 是在辦保之後 已經跟這個社會上的階級制度 做一個 社會結構的一個改革 還有 增入到男女平權 南路平凡 再來我們剛才在說 剛才在說這時候我們要向各位介紹 因為我們在座很多都是後面的中央的一些 中央的幹部和參議員的一些議員 我們後面要來修正這個 基本法的時候我們要參考日本母國那邊 因為當初是他沒有邀請我們台灣人去參加他們的修正 雖然那個時間點我們要不正式用教育切割出去 不過他沒有借我們台灣人來參加這個修正 所以在台灣這個地方我們不能成功 可以在這裡實施 不過這個部分我們後面 真有機會都要照顧參議員 就是我們的參議員那邊 會一些動作 我們後面要來做一個修憲的一個動作 不是自宣是修憲 是修訂台灣基本法 這個占領四季的這個臨時的 這是臨時的 因為占領是一個臨時的行為 不過這個臨時對我們台灣來說 已經非常久了 已經兩台人了 67年了 到現在都還沒改館 甚至占領這裡 他四年 占領四年之後沒國 走來這裡 變成難民 難民 卻領 農民的福利 真的很奇怪的事情 再來我們介紹美國的憲法 這美國部會的標誌 在我們都手臂這個 這個logo 這是美國的司法部門 在這手臂這裡 是美國憲法的標誌 美國憲法 美國憲法這裡 上頭這裡有一個 我們都看到有一個白頭鷹 就是美國的象徵 美國的象徵 白頭鷹是他們的特有種 他們也叫印第安人 也是喜歡這個老鷹的圖騰 所以他們就用老鷹這個白頭鷹 做他們的國家的一個符號 在這個白頭鷹上面這裡 有總共有十三的銀行 這代表有十三的銀行 當初是一開始十三的銀行 建制的聯邦憲法 當初是在17、87年 到17年 在北城 交開美國的自選會議 當初是十三的銀行 美國是 身為一個 各擁有主權的州 所組成的州聯邦 他們的主權是在各州 因為當初是殖民地 一民地 一民地 建制主權 是用人民的方式 不是用貴族 在開墾 像英國就是貴族 或是柏爵 他去開墾 走去 紐西蘭 走去澳大利亞 那裡開墾之後 因為他是貴族 他就把這個 他沒有把他貴族的行為放棄掉 所以他去開墾的一民地 拓展的一些新領土 規劃到 英女皇的那個 黃泉體積之下 所以美國就比較不一樣 他是一個由各州 擁有主權的州 所組成的聯邦國家 不是邦聯 是聯邦國家 這就是說 主權是放在哪裡 是經貸的主權 還是說國主擁有主權 如果國主擁有主權 他們就有州立法權 所以我們這個 美國 這個美國 他本身 國州都擁有他的 各自的 那個 州立法權 所以他們一個 他們一個 像我們這個四行 我們常說這個四行 但美國 那個五十個州 有的 有的州 還有保留四行 有的費毒四行 有的州 保留死刑 有的州 沒有保留 這是因為他們的主權 是由國州所講的 所以他們擁有 立法權 州憲法的立法權 所以他們的 本體 這個 聯邦國家 他本身的 不用太想想 因為不是 大家都要 所謂的 聯邦就是 大家有一個共識 所以只要有共識的 才寫就好了 沒有共識的 不需要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共識的 做法案 全部的 管理意 全部都要向國主的人民 不是政府的政府 這是全世界第一波的 陳文憲法 新聞憲法 這 他們當頭 美國憲法 他們打開 他們的 來用 開宗明義有下 美國憲法的概要 第六條第二款中 他本身就是 這是 國家最高的法律 美國憲法是 國家最高的法律 法官通常 把這句話 當作是 國會跟 州立法 既觀制定的法律 跟美國憲法有衝突的時候 州立法 的那些法案 那些法案 會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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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選擇不好 因為它抵觸憲法 抵觸憲法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它這個 美國憲法的檢解 美國憲法就是在共調第一 就是三權分立 美國的國家 管制定的法案 我們的都市民 這就是立法 因為美國的 立法機構的符號 這個就是 行政權 在這 州立法司法 對照著 中華民國 他的憲法公眾 五權分立 什麼五權分立 這個五權就是 行政立法司法 考試監察 後面這兩個考試 考試權是對 北修出來 是對行政管家 北修出來 一個負責科事 一個負責人名 監察權 他的檢察權 是對司法管家 北修出來 為什麼這樣 這樣負 這樣負有什麼好處 這樣負就能讓 一些政黨 開始在裡面 有權無責 有責無權 比作是這樣 所以美國這邊就是 我負責部門 要用的人 那個考試款 在我的生活上 這個人負負還是怎樣 我的政體要付 絕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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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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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把那個考試款 從行政款 把報竊出來 如果 有人出事的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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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無關的 因為那個是 那個 那個 那個考試機關 那些 我侯的人 我也不知道這人的負責 那些考試 他說 我人侯的時 好好好 他侯的都100分 你用的時 出票 所以這是你的誤決 那 互相推卸責任 我們人民等到他們澄清的一天 因為他只要武權分立的時候 等台灣人 我的生命可以等 所以常常就是因為這樣 通常都是各種關關相戶的一個 關關相戶的一個 一個行政和考試權的分界 這個司法款和檢測款 也是一樣 我有負責處理 像說我們現在有很多 民進府和一些東西都會去跟他們 做一些土地爭議的事情 剛才那個司法部門 他沒辦法改造的東西 就去找他們負責來的檢測委員 檢測委員調查到整個月報的時候 好啦 我有去調查 有去調查有怎樣嗎 有啊 有怎樣 要處理嗎 沒辦法處理 因為他是檢測而已 他有這個檢測他沒辦法處理 處理的款項在哪裡 司法款 司法說我沒有去調查 要讓他們兩個家庭的組合的時候 不好意思 那個人就司法 那個偵查中不公開 不公開去後面搜 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 我們外面有一個五十三個自救會 一千五百幾個土地徵收案 如果他們沒有法官 行政權要把他們強制徵收土地 沒有行政法案 沒有法案 沒有法官的總統是要強制徵收 沒有徵收 就發一個行政命令 這個行政命令 在他們的憲法 結果裡面是違反 就一百公開條 和一百公告條 地方自治法 他們的干涉到地方自治法 和一百公告條 那些權限 其實政策土地是誰能管理 但他們的憲法 不過我們也沒有生人 不過我告訴大家 他們的憲法 第一百公告條 上面是 清清之後下一個官市議長的 那些管理 他的行政權可以 因為他們說 需要 才去做的強制徵收 結果 因為他沒有法官 他還怕人家 因為 你如果管市長真的 去徵收 按照這個行政權 去徵收到時候 會被我們幫他 請求說這是戰爭罪 這是侵略的行為 因為這是不是你的土地 這是你無主權 你待會兒可以請求土地 結果他們就說 那不是我說的 那是有配合中央說的 中央說 憲法頂頭不是我的管理 我是輔助下而已 你們要求生 我就發財命令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 去做這個事情 後來我們去找到他的盲點 要求那個 立法委員去接順 用那個 監察委員去調查 結果他怎麼說呢 當初是江義法說 因為沒有法 所以沒有違法 因為沒有法 所以沒有違法 一個 一個號稱國家的一個政府組織 說沒有 依法行政 的關聯 真的很慘 聽說也是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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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美國憲法 這題外法 抱歉 但是大家時間 這第二點 那個 美國憲法 講究人人平等 人人平定 不過這個人人平定 不是一開始 他在他憲法 所 定立的那個時候 就是 那個人人平等 他是買了 10個修憲案 10個憲法修正案 10個之後 才有一個 人人平等的觀念 這平定 怎麼說平定 除了 男朋友要平定 包括 那個 不管他 做好家事也是要平定 不管他是 對一支位 也是要平定 都是要平等 都是要平等 再來 就說到這個聯邦體制 聯邦體制就是美國憲法規定 美國採用聯邦體制的國體 在 那個 憲法中 那個 列舉的有限權利 如果沒有在憲法上 所 記載的一些限制 全部的管理 包括 創制權 全部都在 創制權 都要在 人民的事務上 再來 第四點就說到憲法至上 美國憲法跟美國 國會 通過的法律 效率高於其他一切法律 司法款 在這個所謂 對這個 因為 司法款是 這個法官是要來自立法機關 不過後面 立法機關 收定的一些 法案 司法款這邊 有一個叫做 被動 違憲審查權 違憲審查權 正常來說 立法款是 在司法款上面 下屬 都會不能 在那個 整個結構上面是 司法是在 立法 先有立法 才有司法 司法就是要 依法司法 依照立法機關 我們人民的意志 的機關 所收定的法案 遊戲規則 說得快 叫做遊戲規則 要來 執行 他就是執行單位 不過 當那個人 要做這個 那個 那個人 一些法令 如果收定出來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人去影響到 他的權利 的時候 表示說 那些人會受到影響 那個時候 他如果來 司法機關 告告說 這個新法令 違反到我們的 管理的時候 這樣 司法機關 可以啟動 這個 違憲審查權益 定義 以下 智商的一個 審查的一個機制 那先早出來 真的是 真的 新的法令 因為新法令的 幫忙去影響 某一部分的人 在管理的時候 那個 這個 新法令 會叫這個 司法機關 跟選保 無效 宣布無效 無效就不執行 不是惡法 就可以執法 中華民國 這邊 說的 惡法 議法 這實在很奇怪的事情 什麼惡法議法 你們 司法機關 在做什麼 司法機關說 違憲審查權 沒有在我的生活上 在在監察權 監察權 就說有啊 我有看報紙 我都有了解 不過我有了解而已 他沒辦法一批 因為一批是在那個司法 司法說 我沒有管理 給他去追查 惡法議法 中華民國的一個 一個 這個體制 這很厲害 美國這邊三權分立 權責相關 有那個管理 有那個證明 是絕對的責任制 絕對的責任制 我們後面台灣 因為可能 國委員 特別 都很有可能 要來參謀到這個 台灣基本法的修正動作 所以我們一定要 按照三權分立的結果 不要用 中華民國 流氓責責 一種無權憲法的結果 不要把權責分開 有權無權 有權無權就會形成恐龍 會形成恐龍 美國 憲法的序言 跟一句話很簡單 由五十二的單字所造成 我 時間的問題 我不要緊張 We the people We the people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經常都叫他 美國憲法的修正案的抬頭 就開始 延續就說 我們美國人 我是美國這些人 反而起來就是 我們 我們 我希望國外人民 為了要建立一個 國各原生的聯邦 樹立正義 保障到 國內的安寧 提供共同的奉勞 這就是他的防衛權 促進公共福利 並使我們自己 和後代 得享自由與幸福 一個國家建制起來 是要讓什麼人 得到幸福 是要讓我們自己 和後代的小孩 不能不及後代的小孩 所以 一定要有一個 善意的管理的延續性 剛才看到 日本國的 憲法 修正 他頭上也是什麼 為了我們 和後代的小孩 一定要為了我們和後代的小孩 來打拼 來制定一部憲法 美國憲法 正文 由七個章節 所造成 教日本 帝國 我們的古憲法 七個章節 是一樣的 一個國家的共 七個章節就夠了 中華民國一百八十九條 這個 結果他問國 不用頂那麼多 不用頂那麼多 沒有啦 主要 美國憲法的正文 裡面 都沒有去塞到 人民相有的權利 就是人權 美國號稱 他是人權 所建制的一個國家 是基於人權 是一個人權的國家 他最注重人權 結果他的憲法的本文 頭上 和一句 和人權關係都沒有 完全沒有 都是在塞他 國家的一個體制 那是怎樣呢 有的人知道 人權手 可能最近有人 沒聽過 是怎樣 美國憲法的本文 沒有塞到人權 知道人權手 對 就是因為他們那時候 還有黑奴 還有社會結局 不敢塞到那個黑奴 不敢塞到人權 後來 為了這個 這個東西 就他們那些 政客 他們那些修憲的小組 回去問的時候 說 受這部憲法 成立幾個國家 你如果不需要 我們人民 擁有什麼權利 都只是說政府 要怎麼穩重 結果那些政客 人家說 別問國家為你做的什麼 要問你為國家做的什麼 那些去問的人 那些人民就回到他想對了 他這句話說得很對 結果不是 他是在前年的時間 回去的時間 那些政客說 他有在發現 這個地方漏高 還要等他 後來 他們就一次通過十個修憲案 全部都人權法案 所以那十個 美國修憲案 一次通過十個 全部都講人權 後來我們台灣 有可能會漏高 我們跟我們問的時候 我們也要考 因為我們沒有經驗 所以 如果人家在修正台灣基本法的時候 如果人家在問的時候 要記得 他說 不要問台灣 問你做什麼 要問你為台灣做什麼 先回想 後來的時候 要跟他們的意見 我們來做一個政客 幫他們補強 要做一個補強的動作 美國憲法的第一種 就是在說這個立法款 我們剛才說的七種 第一種就說這個立法款 立法款包括到 美國國會的 管理和組織 和他的 中議員和參議員的部分 因為美國憲法第一種 還有規定 不成文規定 成文規定 不好意思 陳文規定 美國副總統 兼任 美國參議院院長 就是這樣 美國的副總統 兼任 美國參議院院長 所以 在這個結果 我們也要參考 阿伯 我們參議院院長 也要給他做一個 我只是像立法 立法 立法院院院長這樣而已 不好意思 要給他一個 副總統 那種職務 因為他是代表人民 他是代表人民 最高的一個代表者 總統是一平人民的 他是最大的公僕 其實 美國來說是副總統 他才是人民的代表 他是老闆的代表 美國總統 是公僕的代表 誰是新樓 美國總統是新樓 副總統 就是老闆 在這個結構上 不過事實上 就全力 當作一般在集園的時事 美國總統比較大 我們想 在這個 做他們的 可以看出他們很趣 跟我們的思維不一樣 跟台灣人思維不一樣的 這個地方 可以來做參考 第二種 這個行政 那個行政款 跟美國總統 會相關的思維 第三種就是這個思維 就是這個思維 思維和我們台灣這裡 現在目前十四個 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他們叫做配審團制度 培心團 培心團 培心團是起訴的時候 就是配審團 在那裡 那裡 心災的時候也是培心團 在那裡 判方跟控方 都有配審團制度 在我們台灣這裡 在我們台灣這裡就是 那個 檢察官 檢察官 跟控方 控方就是檢察官 跟法官那邊 有這盤 這個培審團制度 有他的好處也有他的賣處 好處就是 他可以 就這些培審的人 因為上面當然做培審團 只要他有去登錄 有去登錄的人民 因為這個司法權 是一個叫參政權 他本身也是 參政權的基準一種 人民也可以來參與司法 你只要去登錄 他們就是用投靠的方式 說有一個那個 做衝突 發生的時候 要來找培審團的時候 他們就按照他們的公民 所謂的公民 他擁有那個公權 有公權的人民 他就去抽籤 用抽籤下去決定 哪些人陪審 中華民國這邊的體制是法官 跟檢察官 只要買通其中一方 有錢買通其中一方 就會造成 很大的不公平的地方 美國 有一個相對的缺點 因為人多 所以他的訴訟費會非常高 非常多錢 所以我們的公民要去美國國 很多錢 如果在中國民國 他們不會花很多錢 不過他們都會 讓你一直在 一直打算讓你們 雙方造成庭外和解 因為他們一直都是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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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上訴 那幫你拚後 你可以上訴 有的人 像剛才有一個 那個 鐵桑 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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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車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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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就在上面 所以 有人去反對很大的 那種 那種 他現在有錢 第一 第一 第二 我們說 一省 重判 二省 清判 第三 就是 豬腳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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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 理由我還沒學起來 不過我知道他的意思是這樣 中華民國的體制就是這樣 他怎麼不花很多錢 他是賺很多人 造成他能夠 被那個所謂的關縮 他們都會很想關縮 或者是 像馬英雄 叫他們把政治黑手 存在司法權裡面 這都不行 但美國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 賠償團 6月 70月 還有主席 發官 還有賠償團 那種空房那邊 還有賠償團 再來 第四中就在說 國州的 勞力 到很多 最主要就是 國州旗艦 的關係 跟 國州跟聯邦 那個 聯邦的 政府 就是美國的 聯邦政府 的 既甘的關係 就是要平定 要平等 主要是 他們是屬 屬地主義 他這個法官是屬地主義 在亞歷桑那州 犯罪 有可能會 判死刑 在鵝愛鵝州 的人犯罪 有可能不判死刑 不過他是屬地主義 你是屬地主義 你沿一個地方 對種犯罪 你是犯到 那州的法律 不是 因為你是 沒死刑的人 你去 沒死刑的 出生的人 如果我去 有死刑的地方 我說我要引渡那個 那個 沒有死刑的地方 故意規避死刑 是不行的 所以他 他就是 禁止 那種 那種犯罪的人 那種 那種 身份 跟他的出生的地方 因為你是沿這個地方犯罪 你就要接受這個地方的制裁 相對而言就是說 別人的孩子 犯罪說話 一樣的孩子 一樣的 會錯誤 我兒子 去犯罪 他說一下就好 不行 這樣就叫做不公平 我們休息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一整天 就算了 就算了 說 我 想要 那些人 說 那些人 說 那些人 說 你